一颗子弹能有多大的威力 它可以是杀人工具 要了人的命 而它也能摇身一变 成了时来运转 得到生鲜的帮手 就在2004年3月19日 下午1点45分 有一个人因为一颗子弹 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这颗子弹 先是让它升官发财 之后又让它走向末路 事情发生在台湾台南 当时正是台湾大选期间 街道两旁站满了人群 在街道中慢行的是一辆红色吉普车 车上的一男一女 正向着人群挥手致意 此二人正是当时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 陈水扁及其搭档吕秀莲 那一天是台湾大选前一天 他们来到台南就是为了拉选票 谋求连任的 下午1点45分 车行至金华路三段时 二人的脸色突然变了 原来有人趁着嘈杂的鞭炮声 冲他们开枪 这场枪击案仅仅伤了陈水扁 和吕秀莲的皮毛 但是陈水扁的人生 因为这场枪击案发生了逆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此之前 陈水扁的民意支持率 根本就比不过对手 台湾国民党候选人连战 如果没有这场枪击案 陈水扁很可能会在大选中失败 2004年2月3日 就在台湾大选前一个半月 台湾立法机构收到了富豪陈游豪 给陈水扁的三封公开信 陈游豪是陈水扁的师兄 也是同乡 当时陈游豪因为欠了银行一大笔债 他还不上 被陈水扁当局列为通缉犯 陈游豪认为这是陈水扁的诬陷 因此刊登了 三封信进行反驳 而就在反驳中 他爆出了一个惊天大量 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在您从政的历程中 我曾多次捐献经费 1998年台北市长选举 以及2000年大选时 有好有时通过您的亲信 有时亲父贵府 以献金方式献上政治献金 均无收条 而且据我了解 除了我之外 尚有多位企业家的大额捐款 也以相同方式处理 拿了人家大笔的捐款 却不给人家收条 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 他所收取的政治献金 是否合法了 这件事闹到最后 陈水扁承认自己 收受陈游豪所在的 东地市企业集团 两次政治献金 一共是1000万新台币 但是台湾地区的 有关规定表明 每个候选人 收取的团体政治献金 不得超过300万 可见 陈水扁收取 陈游豪的1000万新台币 早就已经超过了 规定的数额 大选过程中 出现了这档子事 人们自然要向陈水扁 讨个说法 然而与此同时 台湾国民党 也向外界承认 他们收取了陈游豪 一亿元的政治献金 比陈水扁的还要多 可台湾国民党这一举动 在民众中间 并没有激起多少波澜 人们还是比较重视 陈水扁收的那些钱的去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这段影像拍摄于 319枪击案发生的四年前 也就是2000年 那时陈水扁第一次参选 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 这段影像 便是陈水扁内市拍摄的 竞选广告 广告中的包青天形象 正是陈水扁自己扮演的 打击黑金 阿扁有决心 让台湾的政治干干净净 这些广告词一出 整个台湾都记住了这个 长相斯门的男人 陈水扁也凭借着青年的形象 树立登上了台湾当局 最高领导人的宝座 2000年大选 2000年大选 陈水扁广而告知 自己要反黑金 可是 陈优豪在信中说 2000年大选 也就是在拍摄 这则反黑金广告的时候 陈水扁却在背地里 把超额的政治现金 放进了自己的腰包 事情暴露了 陈水扁想要取得连任 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可奇迹发生了 319枪击案的那颗 打伤陈水扁的子弹 赚取了民众的通情 319枪击案发生的第二天 也就是大选当天 台湾媒体对陈水扁 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 对另一个候选人连战 几乎是置之不理 大选的结果可想而知 2004年3月21日凌晨 台湾大选结果出炉后 天下着蒙蒙西雨 台北八德大楼前 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这里 久久不远离去 有的人内容满面 有的人愤怒不平 此时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 出现在人群中 他大声疾呼 我们准备 要提出选举无效之数 选举无效 并与支持者们彻夜再次静坐 他们无法接受大选的结果 他们要向陈水扁讨个公道 2004年 陈水扁在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眼中 是个靠着坑蒙拐骗上位的人 而在四年之前 也就是2000年 陈水扁第一次参加大选 成为台湾当局首个 民选最高领导人时 民众的反应可不是这样的 我们来听一听 为陈水扁打造反黑金广告的制作人 范可钦 是怎么评价第一次参加台湾大选的 陈水扁的 贫穷的小孩 努力的小孩 一直念第一名的小孩 政治上的自由声 金童 你看这些名称 台湾之子 哇 对 多好 这名字他身上发现 关于陈水扁 范可钦简单地用了几个词 贫穷 努力 资优胜 金童 台湾之子 这些名词 与后来谎话连篇 爱作秀的陈水扁 您能相信 是一个人吗 陈水扁 形容年轻时期的陈水扁时 用了这么一个词 憨厚 认真 1950年10月12日 陈水扁出生在台南 一个三级贫困户之家 在他的记忆中 家中时常外债累累 墙上密密麻麻 写满了欠债数额 陈水扁为了改变贫穷的命运 他的童年少年 甚至是青年时期 只知道闷头读书 生活环境造成陈水扁 木讷老师的幸福 1970年 陈水扁如愿考进了台湾地区 第一学府台湾大学 学习法律 在大三时 他便考取了律师执照 成为了全台湾最年轻的律师 老实上进的陈水扁 被富家女吴淑珍看重 二人毕业后结了婚 并且生了一对儿女 与此同时 陈水扁的事业开始起步 他在岳父的资助下 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接触了许多政界的人 从此 陈水扁弃发从政 那个时候的陈水扁 失业有成 有漂亮的老婆 儿女双全 家庭美满 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 这个三级贫护的儿子 最终靠着自己的努力 改变了一穷二白的命运 人生到此 陈水扁的经历 完全能够配得上 台湾之子的称谓 但是改变了命运的陈水扁 顺道 也改了改他的性情 这个曾经被人称为 憨厚认真的年轻人 从政之后 他的形象发生了 180度的大转变 这是1990年 陈水扁担任民进党 民意代表影像资料 当时陈水扁是在质问 行政主管机关领导人 郝伯村 有关台湾当局资金流向的问题 由于得不到满意的回答 他愤怒地在计划书上 写了退票两个字 并将计划书扔向了郝伯村 陈水扁的类似行径 还有很多 有时候陈水扁打架达到极点 甚至连记者的摄像机 都捕捉不到清晰的镜头 是什么让一个曾经 憨厚老师少言寡语的年轻人 变成了画面中 这个流氓气十足的 台湾政客呢 曾经引以为傲的台湾之子 为何会成为 耗出风头的流氓政客 谁打得激烈 谁的风头就会越猛 谁出名也就越快 为谋大选 流氓政客陈水扁 如何变身千千君子 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答案之一便是在这张照片上 这张照片是1988年4月7日拍摄的 当时台湾立法机构正在开会 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朱高正 因为对代理主席刘阔才有意见 便跳上桌子 与刘拉扯 就在这个时候 记者拍下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一经发出 朱高正一打成名 他还被封为台湾第一战舰 从此以后 民进党在立法机构开会 便常常是以这种景象收场的 整天打打闹闹 谁打得激烈 谁的风头就会越猛 谁出名也就越快 陈水扁已经加入了民进党 他也逐渐地意识到 混迹台湾政界 出风头的重要性 早在两年前 也就是1985年 陈水扁以为蓬莱岛杂志案 背叛诽谤罪入狱一年 但是陈水扁心有不甘 为了抗议 他在全台湾到处演讲 抗议判决不公 抗议新闻不自由 他甚至将这个普通的 诽谤纠纷上升为政治迫害 他声称为了抗议 私法不公 宁可坐牢也绝不上诉 这件事在台湾地区闹得很大 而当时的台湾社会 十分痛恨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统治 陈水扁整日丑丑答答 以赴受害人的形象 赢得了社会的同情 从此陈水扁成为了台湾政治界的一颗新星 彭莱岛案件已经让陈水扁看得明白了 在台湾的政治界出风头 比蛮干苦干 能够吸引更多的眼球 成功和名利来得会更快些 陈水扁加入民进党以后 周围的人都跟风打架 陈水扁一心想在仕途上走捷径 他也改变了一贯少言寡语 木讷老师的形象 开始跟着有样学样 于是立法机构开会时 陈水扁常常会带头上演全武行 但是很快 这种打打闹闹的方式不好使用 台湾立法机构的开会方式 引起了国际的注意 一些外国杂志甚至开始刊登 台湾立法机构的肉搏故事 这丢人都丢到国外去了 台湾民众可就不高兴了 陈水扁呢也知道适可而止 他开始琢磨着 什么样的从政者才能让民众喜欢呢 此时 时间已经进入到1998年 这一年 陈水扁连任台北市长的竞选失败 他决定参加两年后 也就是2000年的台湾大选 直接参选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 为了此次参选 陈水扁可谓费尽了心机 他用一年时间游历各国 为其名曰学习之旅 当陈水扁重新站在竞选台上时 整个人焕然一新 以前常常动手抱粗的阿扁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温柔稳重的男人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是陈水扁的形象发生改变的重要人物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制作反黑金广告的范可钦 他是著名的广告达人 当时是李奥贝纳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 陈水扁为了给自己重塑良好的形象 1999年他邀请范可钦 帮助自己制作2000年台湾大选的竞选广告 广告达人范可钦 给陈水扁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反黑金广告 范可钦还为陈水扁打造了其他广告 在这些广告中 陈水扁的亲戚邻居纷纷出场 力挺陈水扁 在广告中 这些人都是台湾的普通人家 他们的出场正是为了 台湾国民党候选人联战和宋楚余香比较 陈水扁贫寒的出身 成就了一种天然的亲民优势 而他还有另一个优势 就是他的妻子吴淑珍 吴淑珍在1985年11月18日 遭遇了一场车祸 导致下半身瘫痪 这本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但是陈水扁却把他当作自己 晋升的一个砝码 拿来反复渲染 陈水扁进行竞选演讲 首先要做的就是推着吴淑珍 入场之后 把吴淑珍从轮椅上抱下来 抱在椅子上 等安顿好吴淑珍之后 陈水扁在走到话筒前开始演讲 等演讲完毕 陈水扁会再次把吴淑珍 从椅子上抱回到轮椅 场面感人至深 不仅感动了台下的群众 也时常会感动他的竞争对手 在外人看来 陈水扁出身寒门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取得了今天的地位 他说话朴实 没有架子 在拥有了一番成就之后 对于瘫痪 苍老的妻子 依然不离不弃 陈水扁塑造了一个 好男人的形象 他一路从民意代表 晋升为台北市长 就在2000年 这个时常推着轮椅的陈水扁 这个被包装成好男人的陈水扁 忽悠了整个台湾 他成为了首个非国民党籍的 台湾当局的最高领导人 当时的台湾民众 根本没有注意到 这个好男人陈水扁 是个几经包装了的好演员 是个金玉其外 败绪其中的绣花枕头 陈水扁把心思花到了 怎么作秀 怎么演戏 怎么迎合选民 他的其他能力 自然就没有长进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这张照片上 那个安装了铁栅栏的地方 人从里面交钱的 可不是银行的柜台 而是高雄的一家 小超市的收银台 一个小小的超市 全副武装的像个银行 可不是为了摆摆架势 而是因为抢劫的太多了 陈水扁在任期间 穷人越来越多 失业的也是越来越多 没了钱 抢劫偷窃的自然 也就越来越多 一家小超市 为了防止抢劫 就做出了如此大的改变 一般足以窥报 整个台湾的情况 不言而喻 职者能力既然不行 陈水扁就只好想办法 转移民众的视线 于是他开始 大裁两岸关系的红线 叫嚣所谓的一边一国论 打算把民众的注意力 转移到两岸关系上 一边一国论 遭到了大陆的强烈反对 两岸关系降到了冰点 但是陈水扁并没有就此罢手 他们删改教科书 删掉了中国历史的很多内容 甚至删去了南京大屠杀的内容 增加了台湾史 大陆与台湾一脉相承 自古以来同属一个中国 是历史也是现状 更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 任何否认 诋毁 歪曲 都是徒劳的 陈水扁的台独主张 不仅让海峡两岸维持了二十多年的和平局面 变得剑拔弩张 而且也触动了美国的利益 2004年10月25日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 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 明确反对台独 他说 台湾并不是独立的 他不想有所谓一个国家拥有的主权 那仍是我们的政策 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政策 美国国务卿坚定的表态 让陈水扁的台独思想 在国际上无立足之地 他打算借台独转移视线的想法 也化成了泡影 台湾经济逐年衰退 台独主张世人唾弃 陈水扁下台已成定局 然而319的子弹改变了这一切 金钱全力走入巅峰的陈水扁贪责无厌 他将如何面对铁镇如山 档案正在微移接 有梦最美 希望相随 这是陈水扁2000年台湾大选的广告语 曾经带给无数人希望 然而四年的时间 他却把台湾搞得一塌糊涂 陈水扁下台似乎已经成了定局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2004年3月19日的一声枪响震惊了世界 也改变了陈水扁的命运 陈水扁最终因为一颗子弹获得了连任 然而那颗神秘的子弹到底来自何方 是出自于陈水扁的仇人 还是陈水扁自导自演的苦肉计 直到现在 319枪击案仍旧是个谜 但是319的那颗子弹 却让陈水扁暂时博取了台湾民众的同情 让他取得了连任 如果没有319的子弹 陈水扁可能就此卸任 那时候在台湾民众的眼中 陈水扁可能只是一个能力不强 喜好作秀的领导人 然而319的子弹改变了这一切 陈水扁赢得了大选 走入了人生的巅峰 与此同时 他也坠入了末日的深渊 陈水扁早已经被金钱和权力冲昏了头脑 连任之后 他贪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陈水扁年轻时的朋友张有华就爆料 说2005年 在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的婚礼上 陈水扁家族就收了某企业 100万美元的大红包 陈水扁就是这样自作自受 最终他把自己折腾进了牢房 2006年 台湾国民党民意代表邱毅 便向台湾媒体出示单举 指出陈水扁报销的机要费中 许多都是私人用品 陈水扁当时仍然在台上 面对质疑 他有些慌了手脚 除了嘴上 一概否认之外 竟然还都用手中的权力 将所有机要费的资料 全部设成机密 这些资料无法成为呈堂证据 陈水扁协认后 也就是在2008年8月13日 台湾某中刊爆料 陈水扁通过儿媳黄瑞静 及黄家人的户头 向海外秘密汇款 三亿元新台币 一开始陈水扁坚决否认 并声称自己并没有海外账户 然而第二天 台湾国民党民意代表洪秀柱 便向媒体公开了 陈水扁儿媳黄瑞静 瑞士银行的账户 总金额超过9.3亿新台币 一次洗钱 到了直包不住火的时候 陈水扁这才站了出来 2008年8月14日的下午 也就是台湾国民党民意代表洪秀柱 拿出铁证的当天下午 陈水扁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他对此咱们解释呢 一起来看一看 我不能够再继续骗自己 也不能够继续再骗别人 我决定选择坦白 我曾经做了寡历所不计可的事 今年年初 太太吴子珍所不坦诚 嫌弃正义管 他有部分 会留在海外 没有让我受伤 陈水扁的这一说辞 把责任全部都推给了 吴淑珍 整个台湾地区哗然一片 陈水扁的言论分明是把妻子推向了风口浪尖 这还是那个对妻子不离不弃 关爱有加的好男人吗 面对不明原因 巨额财产的指控 陈水扁除了把责任全部都推给了共患难的老婆之外 他自己也不愿意坐以待毙 他觉得自己一定会扭转命运 于是他的又一场表演秀开始了 他为了喊冤 逃遍了全台湾 试图通过支持者的群众运动 向司法机构施压 媒体将陈水扁的这次行为称之为取暖之旅 在演讲过程中 陈水扁仿佛回到了他在立法机构的时候 配合激昂的语气 激动的肢体语言 调动民众的气氛 但是律师出身的陈水扁 在这次取暖之旅中 除了一直喊冤 辩解他无罪以外 似乎词穷了 有时候甚至用使尿这种聪慧的词语 来调动气氛 陈水扁的这次行动 与二十多年前 蓬莱岛案件的处理反应如出一辙 从抗议司法不攻入手 把自己塑造成了被政治迫害的 悲情英雄 只不过这次 收到的回馈却大相径庭 因为此时 陈水扁的盟友们 早已经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这一幕发生于陈水扁卸任前两年 也就是2006年9月15日 成群身着红色上衣的人 站在陈水扁官邸前 将街道围的水泄不通 他们整夜整夜地高喊着 阿扁下台 群情激愤 这些人被称作红山军 带头人正是民进党前主席 施明德 施明德曾经为了大理支持陈水扁 参加2000年的大选 修改了民进党党章 陈水扁的贪污行径被暴露后 施明德奉而退出了民进党 并发动了红山军倒扁 支持红山军的队伍中 有不少是陈水扁的支持者和曾经的战友 其中就包括为陈水扁量身定做竞选广告的范克钦 此时此刻的陈水扁四面楚歌重判亲礼 台湾之子成了台湾之耻 陈水扁的政治生涯走到了末路 2008年11月11日 陈水扁从他的办公室步行到了特征组 接受特征组传唤 经过七个小时的审讯之后 陈水扁被戴上了手铐 在押上警车之前 陈水扁仍旧不忘抓住最后的一点机会 向围观的群众大声地喊怨 经过了一天的审讯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2日 陈水扁正式被台北法院裁定收押 当天他就被关进了台北看守所 这个看守所房间简陋到什么程度呢 就像是这样 只有一床被子 一个马桶而已 一进门 陈水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倒头就睡 醒了 便开始翻看卷宗资料 到了晚上九点 接着睡 一直睡得天亮 看守所给他的那些东西 他是一口没吃 住在看守所里的陈水扁 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 但他的内心 其实已经开始酝酿着 下一步的计划 11月13日的早晨 陈水扁的律师郑文龙 去看守所里看望他 此时陈水扁进入看守所 已经有24个小时了 在这个期间 他除了喝水 东西是一口都没有吃 见到自己的律师 陈水扁马上通过律师 向外界传达讯息 就在这一天 陈水扁的律师郑文龙 向台湾媒体公布了 陈水扁向外界传达的讯息 不到一天 大大小小的网站上 便发出了许多篇 关于郑文龙会见陈水扁的报道 上面说明了 陈水扁近时的十点理由 十点理由包括 埃斯法已死 到民主退步 甘愿为台湾做黑牢等等 关在狱中的陈水扁 开始用作践自己的身体 这一招来博取大众的通情 铁窗之下 陈水扁绝食郊区 陈水扁的这场绝食 在众目睽睽之下 该如何收场 绝食不成 有天新招 是作秀还是意义 您可以想象一下 自己怎么能勒死自己呢 答案正在为您揭秘 自从陈水扁对外公布了绝食声明之后 台湾媒体们几乎天天都关注着 陈水扁的绝食进展 医生们也不敢放松警惕 他们时时刻刻都非常注意观察 陈水扁的身体状况 生怕他饿死 陈水扁呢 也继续摆出一副 要不放人 就将绝食进行到底的姿态 但是当绝食进行到第五天 陈水扁有点忍不住 陈水扁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因为绝食出问题了 吐酸水不说 浑身的酸痛 胸闷 他马上就把这个情况 报告给了医生 台北看守所的工作人员 可不敢马虎 当晚看到陈水扁的身体状况 依然没有好转 看守所决定将陈水扁送入医院 经过两天的治疗 陈水扁身体好转 被再次送回到看守所 回到牢房 陈水扁依然拒绝吃饭 每天除了看看卷宗 便是歇歇画画 当然 他也不忘每天告诉医生 自己哪里还不舒服 绝食到了第十四天 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五日 陈水扁的一个朋友 来看望他 两个人先是说了一会儿话 之后 这位朋友拿出了纸和笔 陈水扁说一句 他记一句 足足写了有一页纸 其中有这么几句 我的诉求没有获得重视 我不再等待 我很累 我要休息 我要永远地睡去 再也不要醒来 话说了矫情 意思却非常明白 资历行间里透露出 陈水扁决定赴死 但没想到第二天 事情却出现了大逆转 第二天清晨 看守所的医生 赵丽给陈水扁 检查了一遍身体 赵丽是劝说一番 陈水扁 赵丽是拒绝吃饭 这一天早上医生 还特意给陈水扁 端来了一碗西米汤 因为在这之前 陈水扁曾经反映 说自己的胃 有胀痛的现象 所以医生就给他 准备了西米汤 并且告诉他 说喝这个 能够缓解你 胃胀痛的现象 能让你舒服一些 当时呢 陈水扁也没什么表示 可在医生走了之后 只见陈水扁 端起眼前那碗西米汤 把他给喝了 从那天起 陈水扁就恢复了 正常的饮食 他好像根本就不记得 他曾说过的那些 视死如归的遗言 陈水扁的这番 如同偷食一般的行为 看守所的工作人员 通过监视器 看得是一清二楚 而他们也发现 给陈水扁房间放的零食 也少了不少 看守所的人知道了 自然整天蹲在 看守所的台湾媒体记者 也打听到了这些消息 消息传出之后 陈水扁为自己塑造的 悲情英雄的形象 彻底崩塌了 如果说之前陈水扁 在竞选中的表演也好 包装也好 是台湾政治中 正常的作秀 可以理解 那么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陈水扁家族 已经有了巨额财产 数不清也道不明 陈水扁还在装可怜 那根本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 就在陈水扁结束绝世后不久 台北看守所的会客室里 来了一位瘦瘦小小的年轻女人 这个女人是来探望陈水扁的 然而他们说不到两句话 年轻女人便哭了起来 这个年轻的女人就是陈水扁的儿媳 黄瑞静 以往探监 都是她跟老公陈志忠一起来 而这一次呢 是她自己一个人 原来陈水扁家族 面对被曝光的罪证 起初他们的反应是 先推出不可能坐牢的残疾人 吴淑珍 让他顶下所有罪名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罪证被曝光时 陈水扁一家却都无法抵赖了 他们又改变了策略 决定坦诚罪名 以减轻罪行 尤其是减轻陈家儿女的罪行 然而面对家人的决定 陈水扁却一点都不配合 他照样死不认罪 他在看守所里 时不时的闹一出绝食 还要写书提自己面接 甚至偷偷叫记者进来采访 贬着法的在看守所里折腾 最后连陈家人都看不惯了 为了儿媳妇黄瑞敬 不得不出面劝说 黄瑞敬在看守所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跟公公说 别折腾了 主动认罪吧 省得连累子孙呢 陈水扁听了 心里头也不是滋味 但他就是不认罪 来劝陈水扁的 何止是儿媳 陈水扁的老婆吴淑珍 跟他吵过 女儿陈姓瑜 跟他闹过 儿子陈志忠 甚至以死来威胁 连陈水扁的老母亲 都写了信过来 陈家人一哭二闹三上吊 软硬监尸 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办法 逼着陈水扁认罪 但陈水扁总归 还是一个态度 死也不认罪 2010年11月11日 台湾地区所谓最高法院 就陈水扁闭案中的 龙潭购地闭案 和买官案进行终审判决 陈水扁被判刑11年 但这只是其中的两项案件 陈水扁闭案的审理 还远远没有结束 2010年12月2日 陈水扁转到了台北监狱 正式开始服刑 但是即使被判刑 即使一大堆罪证 都摆在了桌面上 陈水扁还是不认罪 他到底还在想什么呢 陈水扁曾经在他的书 《台湾的十字架》中 说起狱中他做的一个梦 他梦到自己再次当选为 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 在别人的眼里 这只不过是一个梦 可陈水扁不这么看 在这本书中 陈水扁还认认真真地 规划了一下 他再次当选之后 要执行的政策 不仅如此 陈水扁把自己 在看守所里的编号2630 也拿出来说事 他说 这次编号是2630 二是再选 六代表大顺 三是指三任 三任什么呀 任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 有一就有二 有二就有三 无三不成礼 这样才算圆满 这或许就是陈水扁 一直敌死不认罪的原因 他仍旧做着 东山再起的春秋大梦 有台湾媒体 对他的这一行为 进行评论说 谁都知道 陈水扁大事已去 他自己不承认而已 头壳坏去了 头壳坏去 是当时台湾媒体 对陈水扁的讽刺 可没想到几年后 竟然一语中递 2013年1月3日 台湾媒体曝光了一段 陈水扁的视频 视频中 陈水扁与之前相比 判若两人 医生诊断 陈水扁得了 帕金森综合症 在这之后 陈水扁不断被曝光 健康每况愈下 甚至又报道声称 陈水扁得了脑萎缩 算一百减七 都要五分钟 成了废人 消息已经放出 停扁人士便站出来呼吁 希望允许陈水扁 能保外就医 但到目前为止 台湾当局 仍然没有给予批准 习惯了表演的陈水扁 这回是真的 还是假的呢 2013年6月2日 已经被一间 台中监狱的陈水扁 再次自杀 这次自杀 除了全球的华人媒体 进行了报道外 国外的很多重要媒体 比如说纽约时报 路透社 还有美联社等等 都进行了报道 6月14日 台湾时报周刊 独家披露了陈水扁 自杀的过程 就是这一篇 扁这次真的是 想出自杀的法子 利用浴室里 可用的毛巾当工具 三条毛巾 护绑结成一个圈 悬挂在距离地面 约64公分的水龙头上 扁第一次竖紧颈部 因为不舒服 所以干咳一声 第二次竖紧久一点 才会有呕吐声 惊动了看护和主管 从时报周刊 独家披露的自杀过程来看 陈水扁 这回自杀的动静 同样不小 一次被勒得干咳 一次被勒得干呕 看起来勒得是很严重 随后 医生也给他做了检查 报道上也说了此事 怎么说的呢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晚间十点四十分 陪德医院主治医师 廖志祥赶到 帮扁稍作检查 发现他脸部肠红 颈部并无明显勒痕 除了血压 伤身高外 身体无重大异状 陈水扁上吊的动静 虽然闹得挺大 但是对身体 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 连个明显的勒痕 都看不出来 我们这里还有一张 台湾监狱方面 提供的陈水扁 上吊自杀地点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 在红色箭头的地方 那便是陈水扁 绑毛巾的地方 距离地面六十四公分 也就是道人的腿部 这么一个高度 选择在这种地方上吊 那可真是有点难度 怎么自杀呢 时报周刊画出了监狱看护和主管 发现陈水扁自杀的情景 就是这幅 陈水扁平躺的地上 双手用毛巾交叉 勒住了颈部 这种方法就等于是 用自己的手 再勒自己 您可以想象一下 自己怎么能勒死自己呢 结果往往是 还没等勒死呢 手就已经没劲了 据统计 在此之前 陈水扁在狱中 曾经四次自杀 除了刚入看守所的 那次绝世以外 还有两次绝世 和一次撞墙 除了撞墙那次监狱方否认以外 其余的三次绝世 都有大规模的报道 只不过 每一次 陈水扁都是半途而废 自从陈水扁2008年11月12日被羁牙以来 他的消息便不断简报 不是脑自杀 就是身体哪个地方出了毛病 身在大牢的陈水扁 似乎找到了一种方式来吸引人们的注意 那就是作践自己的身体 陈水扁是否还在幻想着东山再起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他想要再次登上台湾当局 最高领导人的位置 恐怕是痴人说梦了 娇恨 无礼 歇斯底里 台湾当局前领导人 陈水扁之女陈姓瑜 为何在媒体镜头面前屡线黑脸 据说有个老师 在教室里当众把陈姓瑜叫起来 批评他的爸爸是坏人 从出身名校被众星捧月 到伪证风波 官子缠身 陈水扁之子陈志忠的人生 又为何高开低走 陈水扁用特权灌着陈志忠的恶果 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 灌字如沙子 从权力之巅到阶下之求 陈水扁洗钱案东窗事发 一桩桩丑形式舆论 将曾经的家庭推向了怎样的境地 陈水扁的孩子又将面对怎样的人生抉择 从官场到商场 从民企到国企 他肆无忌惮地捞去好处 面对扁家弊案背后的种种利益纷争 陈氏姐弟之间又产生了怎样微妙的变化 当案为您揭秘 贬家弊案 一双儿女不能承受之痛